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杀人委托》 游森的夜晚,一个女子拖着疲惫的身子慢慢地走在雨夜里 不远处,一个神秘黑影正在跟踪她 女子终于发现身后情况 急急忙忙地速加快了脚步 当她看到近在咫尺的家门口时 她大松一口气 袭击却在这一刻不期而至 电影也在这一刻拉开了序幕 近期首尔东南部地区连续发生了多起妇女失踪案 警方白费一个月没有找到一丝线索 圣贤是一家银行的普通白领 虽然在工作中圣贤的性格很懦弱 但是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子秀金 这天她又被强制留下来加班 秀金告诉圣贤 晚上吃饭的时候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不过圣贤好奇地询问 秀金叮嘱圣贤 好奇的话赶紧做完事情就回家 随后秀金调皮地挂断了电话 走出医院后秀金甜蜜地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有一种初为人母的喜悦感 可是她很快就被雨夜杀人狂魔盯上 她成为了这次的受害者 这便即将完成工作的圣贤打电话给秀金 接电话的却是雨夜杀人狂魔 她望着恩爱的夫妻照 轻横一声便将电话丢到路边 就在那一刹那的功夫 她和前面的一辆小货车追尾了 杀人狂魔对其不管不顾 用力一踩油门便冲走了 而货车司机很快就报警 负责处理这起交通肇事案的是 泰秀和金警官 泰秀在这里发现了被杀人狂魔丢弃的手机 她敏锐地判断出 这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肇事逃一案 她立刻汇报给上级 要求对骑士卡堵截 很快泰秀就根据轮胎线索 找到了杀人狂魔开的那辆面包车 以涉嫌肇事罪将其带回警局 在这辆面包车上发现了很多人的血迹 此人很有可能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泰秀一脸破案后的春风得意 这个时候 卫夫圣贤打来电话说 她妹妹秀金联系不上了 泰秀不以为然 可能她电话没电了吧 手机主人敏秀金 此时正在记录受害者身份信息的金警官 在一旁边接电话边记录 这就是泰秀亲妹妹秀金的身份信息 泰秀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可爱的妹妹 竟然也有可能是一名受害者 泰秀惶恐不安 向变态杀人魔问道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不是弄错了 她轻面一笑 泰秀怒气冲天 狠狠给了她一拳 随机又急急忙忙的跑回妹夫家 取走妹妹的头发 以及一根常用的牙刷 抱着万分之一的吸迹 希望那部手机不是自己妹妹秀金的 负责监测的医生轻轻一探 确认了受害者就是她的亲妹妹秀金 很快警方对连环杀人嫌疑犯 江川的住所进行了全面搜查 在这里发现了三位受害女性的尸体 在家的圣贤看着爱妻的照片苦笑一声 直到看到最后一张照片 圣贤感觉到心里焦脆 绣金已经怀有他俩的爱情结晶 原本一个美好的未来 但一切都破碎了 而泰秀则在拼命寻找着妹妹的尸体 但是并没有找到 这个坚毅的男人低声地在哭泣 面对金警官的询问 剩下的尸体在哪里时 江川没有一点愧疚之心 就在这个时候 泰秀进来 他将房门反锁 随即将金警官靠住在墙壁的金属管道上 面对害死自己亲妹妹的罪魁祸首 泰秀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 对其进行严刑逼打 希望得到妹妹的下落 但是江川根本就不开口 泰秀双膝跪地恳求他 这一刻他不再是一名警察 他只是一个失去了亲妹妹的哥哥 第二天 警察带着江川现场取证 面对家属撕心裂肺的指责 甚至他还反过来挑衅 也在现场的妹夫 拎着一把小刀就要找他拼命 但是他只不过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普通白领 被警察轻松一招撂倒 仇人竟在咫尺 却不能写认 妹夫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怒吼 很快 审判结果出来 江川被依法判处 以法律最高刑处以处罚 终身奸请 与此同时 妹夫终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 选择上吊自杀 但绳子不堪重负断掉了 也许妹夫命不该绝 他要复仇 他要那个杀人凶手死 事后妹夫请来哥哥太秀 过来一起吃饭 哥哥想要安慰他 却无从下手 妹夫说 大哥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每次见到哥哥 我都会想起秀经 太痛苦 我还要活着 虽说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可是太秀一直都没有走出这个阴影 几年后 大成派老大吴勇石 发现被杀在家 吴勇石死后的最大受益者 是大成派的二把手戴鱼 太秀被局长委任负责此案 戴鱼否认这起杀人案是他派人干的 于是太秀又去翻阅 大成派前任老大宋明珠案例 但是对方也不承认自己派人杀死吴勇石 与之前的风光生活相比 宋明珠在监狱的生活非常凄凉 入狱五年以来 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他 晚上 太秀一如既往的加班加点 寻找吴勇石被杀案的相关线索 终于找到了相关的切入点 他找到曾经和大成派有仇的胡子哥 同仓口中得知 确认当时宋明珠就是被吴勇石背叛 最终落得终身监禁在监狱的下场 很快局长也核实 这个消息是事实 可是被关在监狱里的宋明珠 是该如何杀死吴勇石呢 太秀又调查了这几年 宋明珠在监狱的情况 发现在2014年2月期间 因为宋明珠的直系亲属死了 作为唯一亲人的宋明珠 被特批出于吊咽 太秀翻看了这场葬礼的视频 看到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人出现 那就是他的妹夫圣贤 在葬礼上 他和宋明珠有过接触 之后他翻墙进入妹夫家 在这里 他还一起记得 当年爸爸去世时 妹妹在他怀里哭泣 很快就传来了看门声 那人看到倒在地上的花盆 就知道有人 转身就跑 经过剧烈的追逐战 那人跑进了死胡同内 太秀拿着枪挡住了他 抬头一看 那个人果然是自己几年未见的妹夫 妹夫在太秀愣神的一瞬间 转身就翻墙跑了 事后太秀再次回到妹夫家 在这里发现了一张 刻满我要复仇的桌子 原来这几年来 妹夫从来都没有忘记复仇 他拼命地锻炼 希望有一天能够杀死江川 为自己心爱的人报仇 在这里 太秀发现妹夫的下一个下手目标 就是现在的大城邦的老大 戴鱼 虽然太秀其实通知了戴鱼 但是早已谋化多时的妹夫 并没有放弃下手 他开着一辆玉野车 就朝着戴鱼撞去 在连续三次猛烈撞击之下 终于将戴鱼撞死 随即妹夫也陷入大城派 一众马仔的群众之中 眼看着就要活活打死 太秀终于赶来 开枪制止了他们的行为 妹夫则趁乱逃离现场 很快监狱里就传来了 宋明珠和江川发生生死搏斗 双方都受伤颇重 被剪辑送往医院的消息 当太秀找到宋明珠时 她终于说出了真相 几年前妹夫找到她 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合作 妹夫负责杀死背叛宋明珠的手下 而作为交易 宋明珠则负责处理妹夫的仇人江川 但是不能够直接杀死她 需要留她一口气 这个时候医院突然发生火灾警报 江川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 她杀死两个警察之后逃之夭夭 妹夫从背后偷袭将其垫晕 妹夫将她带到了当初那个案发现场 逼问她 宋明珠的尸体究竟藏在哪 可是狡诈的江川 将其带到了她藏凶器的地方 趁着妹夫不注意 用凶器狠击她的头部 直到这里 妹夫唯一就想知道 宋明珠的尸体被她埋到哪里 江川满脸不在乎 指了指旁边的石头 就在那儿吧 哪怕受的伤再重 妹夫用尽全身力气 向那个方向慢慢的爬过去 她只希望离自己心爱的女人更近一点 这个时候 泰秀终于赶来 可是已经来晚 在将绣经的藏室地点告诉泰秀之后 妹夫就因为伤势过重而死去 匆匆安置好妹夫的尸体之后 泰秀就朝江川追去 一个飞灯将其踹倒后 一拳又一拳的狠狠发泄 甚至她想要拿石头砸死江川 可是一边是职业操守 一边是邪海深仇 就当泰秀准备下痛手时 狙击枪一枪击中她的手臂 打破了僵局 江川被其他人带走 眼看着手上沾满血迹的江川 再次逃过一劫时 泰秀用充满渴望的目光 望向身旁的金警官 这次金警官选择帮助泰秀 江川被一枪爆头 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这部电影打着悬疑片的口号 却早早就把谜底揭晓 让一部分观众早早就失去兴趣 但是三位主角在角色素的方面 还是很不错的 像杀人狂魔江川 让人看到之后觉得不寒而栗 而整部电影的中心利益 就是讽刺用纳税人的钱 养着极恶杀人狂 抨击韩国废除的死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